你听清楚了吗 好了好了 说了半天我也渴了 赶紧的给我上茶吧 不好意思 我也渴了 要喝茶 你自己倒 汪清清 你太过分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 夫君 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无规矩不成方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还有事先走了 这儿就交给你了 二夫人不懂家规 以下犯上 来人哪 家法伺候 给我长嘴 你们谁敢碰我 我跟你们听了 你们谁要是不敢动 我今天一起罚 我 兄弟 师长 你可不能留下来 你大爷要带我走的 你放心吧 为了你 我当然不会留下 况且 我家里还有老母 对了 还有跟着我一起吃饭的 一帮兄弟 就是嘛 你有你的一片天地 干嘛 要屈居于他呢 师长也是这么想的 真的你听 你可是我的知音啊 看到没有 这样才行的 真是的 懂了没有 懂了 张大哥 再带你去别的地方走走吧 严正兄弟 我们来到豪州以后 饭也吃过了 阅兵也看过了 我想 我们也应该告辞了 好不容易才来 多留几天嘛 不了 老家的人 还等着我们押韵的言呢 这样吧 我们后会有期 改日再聚 那是那是 那以后有时间 经过我这里呢 记得过来看看我啊 还有我跟你说的 一起打天下的事情 你一定要好好考虑啊 一定一定 那咱们就此别过吧 好 后会有期 啊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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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是 你是凤茶 还是不凤茶 不可能 除非你打死我 汪清清 你这辈子输就输在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和自己的地位 不过 再怎么说 你也是陈有亮的 二夫人 我是不会把你打死的 来人 把二夫人 请回房间去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给我凤茶 在什么时候 给他吃给他喝 我就不相信 你的骨头有那么硬 是 走 走 秦晴 对不起 这当大夫人的感觉 还真不太好 还好吧 还好 张大哥他们走了 走了 本来呢 我想把他留下来 跟我一起干大事 可是我看他 这不在此 我让他走了 算了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不能强求他 强扭的瓜不甜嘛 以后咱们就只能靠自己了 姑爷 姑爷 玉婷夫人的丫鬟来了 说让您去她那儿 她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您商量 去呗 最近 你们的感情发展得很不错啊 都已经形影不离了 不是吗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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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跟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 过去跟二夫人说 我要照顾大夫人 我不过去了 不要去 你还是去吧 我其实没有那么小心眼的 如果我是那样的人的话 当初就不会让你娶她 真的 只不过 我说了不去就不去 告诉她吧 不要去 园长 其实玉婷她救过你的命 再说郭先生对你也有恩 你不去 不合适的 我去你真的不生气啊 你不去真的不会后悔吗 哎呀 你真是我的好夫人啊 深明大义 我答应你 以后不管跟谁在一起 在我心里面就只有你一个 就算如果啊 那天我真的像郭先生说的那样 我倒是皇帝的话 当皇后的 那一定是你 有你这句话 我就知足了 嗯 去吧 那 好吧 那我去了 在阎末 要练字吗 不是我要练 是你要写字 嘿 我一个粗人 没什么文化的 对写字没兴趣的 为了我 你一定得写 哎 别说写字的事情 你不是说啊 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的吗 到底是什么事啊 就是这个事啊 我要你写一封修书 修书 嗯 修谁啊 那那那 你别告诉我让我修了秀英啊 这么多年来 他跟着我 没功劳都有苦劳 好了 我知道你们俩感情好 我不是让你修了他 我是让你修了我 修了你 对啊 快写 快 不行不行 不可以啊 真的不可以啊 你别跑啊 你 你 停停停 我当时答应过你爹要照顾你一辈子 要是我修了你的话 哇 你爹啊 他非杀了我不可啊 这个不用你管 你只管写修书就好了 我知道 是不是因为我们拜过堂 可是我没有跟你 洞房 所以你心里赌气让我修了你的 行 今天晚上我后子薄比过来找你 我 你快点写修书 哎呀 没发烧了 怎么要说胡话呢 谁说胡话了 我是认真的 玉婷啊 咱们成了亲呢 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呢 不说两家话 你有什么事情 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我一定不以余力来满足你的 你就别在我面前耍你小孩子的脾气了嘛 我真的是认真的 我也没有耍什么小孩子脾气 本来咱俩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都怪我颠断的冤火 你现在把我修了 你就可以跟熊英姐恩恩爱的过日子 我也可以追求我的幸福了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啊 我那不是没遇上喜欢的人吗 那难道现在你遇到你喜欢的人了 那好 你不说实话的话 这个修书我是不会写的 那好吧 我跟你说实话 我就是遇上我喜欢的人了 所以你必须写的这封修书 我要跟他走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是谁不重要 反正他比你好 比你武功高强 最重要的是他等我的心思 来 为我们的相逢干杯 来干杯 为我们的相逢干杯 这个人是张世成 你怎么知道 哎呀 一婷啊 我知道 你一直都看不上我 可你为什么会喜欢上张世成呢 你了解他吗 他的家里什么状况你知道吗 他有没有家眷呢 这个我不知道 我也根本就不想知道 我只知道他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 跟他在一起 过什么日子我都不在乎 那反正这个修书 我是不会写的 你要是不写修书 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想跟我较量是不是啊 好啊 我先让你三招 三招之后别怪我不客气啊 来吧 来就来 哎呀 谁怕谁啊 来吧 喂 你这是干什么 你写不写修书 你要是不写修书 明天你就把我的尸体交给我爹 那 我数一二三 喂喂喂 一会儿 二 喂 你都还没说你就说二啊 好了行了行了我答应你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啊 强扭的瓜不甜嘛 我们这样勉强下去 也是没有幸福的 那行了你放下箭 你去帮我研磨吧 不好意思啊 朱远征 你竟敢这么对我 成亲啊是大事 可是休妻也是更大的事嘛 你给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吧 好 我就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明天你必须给我答复 我还会寻思 你可不能一辈子把我困在这里吧 哎呀 明天就明天吧 我明天给你答复啊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不许拜堂 郭先生 郭先生 郭先生你这是干嘛 哎呀干嘛 我是摸摸你额头啊 是不是发烧了 我好好的怎么会发烧啊 你没发烧啊 真的吗 那你为什么跟别的小姐拜堂成亲呢 我没跟别的小姐拜堂成亲啊 我 我跟秀英拜堂成亲 我跟秀英拜堂成亲 你忘了 你仔细想想 你今天娶的 到底应该是哪个女人呢 我没忘 我要娶的人 就是你呀 秀英 你再糊涂了吧 糊涂了你呀 爹 走吧 走什么走啊 秀英 你仔细看看 这才是我的女儿啊 我知道 郭姑娘吗 郭姑娘 她是你的媳妇啊 哎 她 她乱说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还在调查当中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吧 那我告诉你啊 大家都听听啊 当初这个猪虫疤 就在我家的柴房门口啊 和我的女儿抱在一起 还亲上了呢 意外 纯属意外 不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 冯属疤啊 你 你忘了吧 你什么都能忘 但是你不能忘记 你是我郭家的女婿吧 老哥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这也是郭家呀 弄错了 怎么会弄错呢 你们看 这里有他们的婚书 大家来评评理 今天这个猪虫疤 到底是娶我的女儿呢 还是娶这位姑娘 哪里可可 你去哪里可可 大功告成 唐王写的啊 谁都可以写的吗 从此以后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一定要敬重地 爱护他 珍惜他 立此为是 若有违背 天地难容 是假的 冤枉 这个不是我写的 也不是我立的 我的好女婿啊 你太谦虚了吧 你看看上面 可是你自己按的手印哪 当初 你喝醉了 还 还兴高采烈地说 要娶我 这么漂亮的女儿为夫人 你忘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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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什么都记得 就是忘了你刚才说的 这一段了呢 我 你当然会忘记啦 你喝酒喝得那么多 怎么会不忘呢 住种吧 我还以为你是老 老实人哪 没想到 你早就学会教徒三枯 在外面沾花惹草啦 我 我其实很想解释 可是我真的解释不了啊 那他会怎么找上门来了 那我真的不知道啊 哎呀 我 喂 秀音 秀音 你别走啊 秀音 女婿女婿啊 我的好女婿啊 哎呀 走啊 顾先生 你别缠我了好不好 你说你搞砸了我的婚礼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哎呀 这当上新郎官了 就是不一样啊 穿上新郎官的衣服 还真是挺俊的 癞蛤蟆都变成青蛙了 你说什么 哼 我是说你啊 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这婚书上都签字画押了 怎么转眼就变心了 那那那那那 你别再搅局了啊 我这辈子的幸福 都压在你的身上了 你快点给我做个证吧 哼 我是不会帮你做证的 喂 要是你真的不肯帮我的话 我的骑士就泡汤 泡汤了 元帅 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半仙 是啊 是啊 不敢当 不敢当 不过呢 我这个掐指算命的 在方言几百里 我还是算得上一个的 早就听闻郭先生的大名 没想到今日有人 在府上得意相见呢 我今天来呢 就是过来找我的好女婿的 要是再这么闹下去 我看也不是个办法 大家看热闹 饿肚子 还喝不了喜酒 这可是罪过呀 既然重八跟你家郭姑娘 有婚约 那我来做主 就索性啊 两个一起取 两场婚事 平成一场半 平场 喂 元帅 你也太豪奇万丈了吧 这可万万使不得啊 要是这样秀英 他知道了 他肯定会杀了我的 冲八 做人应该讲新语 你既然跟人家郭姑娘 签了婚书 就应该认账 就应该负责 不然人家会戳几两骨的 以后还怎么带兵打仗啊 小周 在 去 把小姐请来 好 耽误了时辰 再拜堂就不好了 小姐 我不去 小姐 这个死猪虫吧 既然有胆签婚书 那就干脆去娶别的女人算了 姑爷那是喝高了才签的 她都后悔自己犯的错 您就原谅她吧 后悔 我让她毁断肠子 要是我肠子断了的话 你会伤心你会流泪 到最后难受的还不是你自己 谁伤心谁流泪啊 我错了 那随便抽随便打吧 我不坑一声 你这个人 一那么厚 用这个鸡毛胆子有什么用呢 那 居家十八行器随你挑选啊 你以为我傻呀 我算了自己的手 却冲别人的夫君 我 媳妇你别丢下我 你就陪我一起渡过这个难关吧 刚才外面那个也是美人啊 目比我差 可是我只认你这个媳妇啊 那 李久 你能陪我熬过今天怎样都行 我告诉你啊 我要给你们绕路 别走啊 你要走了就把我打包 闯进你的包袱吧 祖宠吧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是面活队的 你今天一个汪清清 明天一个郭玉婷 到处蘸花惹草惹的心 你自己解决 不要找我 其实我真的不想娶那个姑娘的 你知道吗 那个郭姑娘她的嘴巴比你还毒啊 说什么 啊 起零 冲拔啊 袁帅 袁帅 你还磨蹭什么呀 哎呀 是 我说她的心 好